快看,我直直发现了个熟猫 心里的身体,居然被猛树给吃掉了 救命呀,今天睡得真是太好了 怎么样兄弟们,这一片小农地,就是我的新天地了 卧槽,这什么情况,黄金蛙子盖子怎么打开了 大哥,怎么就送你自己个儿了呀 嗯?我的天,这是啥情况呀 昨天才来的黄金蛙,今天咱们就送一个了 我也真是醉了,这菜地这么大,我去哪找呀 主要是我也不知道这货是什么时候逃走的 但凡给我来点线索,也不至于让我大海捞针嘛 这个大塑料池的,我打算以后在里面养点原生鱼 哎,再来这边的空气上学没学没吧 我靠,大哥,不是吧 我的天哪,这次是真的完了 啥情况呀这是啊,这怎么还变成干货了呢 昨天晚上还活不慢跳的,这一叫醒来就天人永德了 而且这货身上,就跟北京烤鸭似的 感觉是上了藏枪,但是,有一点啊,兄弟们 我还发现了一点不可思议的问题 你们看这里,这家伙这边的后大堆,已经全部没有了 还有就是你们看这里,他的这边的前段这里也没有了 天哪,这是啥情况呀 谁,我去嘛,谁在那里呀 这得非是个白天,要是晚上,那我还不得下尿了 我猜呀,八丑是什么野兔的暗黄之类的 丑丑,这边还有一坨干掉的娃娃 看着也是怪恶心的,看见这个了没有 现在还没熟,懂得好了就是黑色的了 我们这边管它掉烟又,不知道你们那边呢 哎呦呗,这是个啥啊 我,卧槽 好家伙,这怎么是我紧以余的脑袋呀 啥情况呀这是啊 看他的这个样,身子已经被其他东西给吃完了 坏了,我感觉这个黄金吧,是不是也并非自然死亡呀 怪不得这边已经荒废了好多年 但是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呢 算了,我还是先把剩下的黄金吧给带走吧